会试着放下我时光在过去流动没 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来想我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说到林一连她是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 她有很多经典歌曲 在歌坛取得了巨大成就 本期就给大家盘点几首林一连的经典歌曲 第一首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 林一连的演唱很感人 崔磊的歌曲很扎心 不得不说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经典 她的气场很强大 她的声线也完整好听 第二首《追梦人》 歌曲被歌迷视为经典 林一连的演唱平时无华 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 林一连的气场很强大 她的歌声也完整好听 第三首《至少还有你》 林一连的歌声是那么感人 当初在她离婚后 她为前夫写下这首歌 情深处泪如雨下 让观众都感动不已 开口贵的嗓音又一次吸引了无数听众的耳朵 别担心失去你 这首歌声是那么感动不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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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首也许明天 这是张慧妹的原唱歌曲 连一连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她一开口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 歌曲被她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的明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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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一望无尽 那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深情只是古老的转眼 离宠门有多痛 痛有多闹 当梦被埋在江南 言语中心碎的猜疑 第五首《江南》 林一连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 她的歌声能让听众听出自己的故事 云云悠长的演艺堪称完美 林一连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 她以音乐走向好听动人的旋律为主轴 不懂爱恨心出煎熬的我们 都以为相爱就像荣耀的善言 相信爱也将 迪过永远 在这一场那冬天的世界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寻情只是古老的全面 被宠门有多痛 痛有多闹 当梦被埋在江南的一中 心碎了 才懂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对于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明天再见